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蔡嘉芸 在宜兰温泉香郊西 有间高CP值的50元鸭肉饭 店家煮鸭以热水焖煮 再以冷水冰镇 鸭肉宛如做了SPA三温暖 吃来特别Q嫩紧实相当多汁 搭配一口咸香的鸭油饭 滋味令人回味 还有铜板架当归鸭肉汤 肥美的鸭肉吸饱中药汤 软嫩不柴有淡淡的药汕香 也因为用料实在 价格也平易近人 店门一开便心引操客 前来尝鲜 一片片鸭松肉片铺满在白饭上 鲜美滋味是不少朋友 难以忘怀的蓝羊美味 这股好味道不仅可口 价格更亲民 价格我是觉得还蛮便宜的 因为铜板价 你可以一百块可以吃到两碗 我觉得蛮不错的 我觉得鸭肉应该是脂肪比较少 也很适合女性吃 怕胖的女性应该蛮适合的 令人一口接一口不断爬饭的 佛心嫁鸭肉饭 肉量多CP值相当高 美味的背后是老板林景成 给客人的心意 生意赚钱不是那么重要 我觉得看到顾客这样用餐 然后他们给我我的回馈 让我蛮欣慰的 我觉得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虽说做的是庶民小吃 但制作每一步林景成都要做到一丝不苟 80到85天积烂的土板价 然后焖煮大概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让它变软烂 用长筷子将鸭肉翻面 热水从喉头灌入体内 形成热对流 鸭肉才会熟透不干柴 林景成煮鸭超过十多年 他说鸭皮要吃来Q弹 绝对少不了冰镇 烫完之后先冰镇一下 它会让它的皮跟肉 会QQ的口感 鸭肉经过冷热水洗礼 犹如做了三温暖 肌肤变得北泡泡又咪咪 鸭肉要好入口 更要用镊子 把鸭毛一根根取出来 才不会影响口感 片鸭的厚度也要符合黄金比例 我都是大概切0.2到0.4这样 每个部位它厚度不一样 胸肉我可能就切薄一点 比较嫩的腋下或后腿部 我可能就切厚一点 刚刚片下的咸香鸭肉 整齐铺在饭上 淋上店家特调的酱油 和香喷喷的鸭油 酱汁香气令人冻尾条 想大快朵一 咸香味美的铜板架鸭片饭 一片片五股鸭胸肉片 释放出咸鲜滋味 皮Q肉嫩 胶实丰厚 鸭肉厚度切得刚刚好 软嫩不柴 非常好入口 搭配吸饱酱汁的鸭油饭 咸香滋味令人难以抗拒 超级下饭 它们鸭肉吃起来不会很柴 而且说入口即化也不夸张 真的有 因为它可能切得很薄 所以吃起来口感就特别的嫩 然后特别的好吃 它切得很薄 所以我觉得蛮好入口的 价格 我觉得蛮便宜的 对啊 就铜板架 所以觉得很亲民 客人饱餐一顿的鲜美菜色 还有肥美的鸭肉切盘 带骨鸭肉吃来皮Q爽口 肉嫩充满肉香 越是咀嚼 鸭油香气在嘴里化开 吃到最后再吸水一下骨边肉 鲜美滋味令人欲罢不能 一般我都是加这种五味酱 对 加五味酱也不用加很多 因为它本身鸭肉就有一些甜度 吃起来就口感就不错 在厨房埋头煮鸭的林景臣 烹煮的鸭肉令人顺指回味 很难想像他在厨艺上 其实是半路出家 他小时候对军旅生活满怀憧憬 初中一毕业就报考空军军校 想议员飞行梦 就小时候就觉得 当个战斗机飞行员 包销国家 部队服务其实 国家给的待遇还不错 不是说因为要离家背景 离乡背景的可能要去各个单位 然后后来就想说 那就安稳一点回老家 然后这边照顾家人 从军二十年 最后回老家用军人的严谨态度 向小吃店师傅学习鸭肉料理 出来的时候就三十几岁了 要去当学徒 老板会觉得你年纪比较大了 是不是会比较难交来 然后就想说跟老板拜托嘛 反正你不用考虑我的薪资 我只是想学 想学厨艺的林景臣 苦练鸭肉小吃 香浓上桌的当归鸭肉汤 有他对美味的坚持不懈 鸭肉浸泡汤汁 浓厚香气立马扑鼻 鸭肉吃来散发迷人的中药香 软嫩不柴有些微嚼劲 喝一口香醇的热汤 暖心又暖胃 当归的味道还蛮浓郁的 我觉得很适合冬天喝 然后里面的鸭肉切得很大块 对所以我觉得用料给的蛮实在的 客人喝汤搭配的小菜 还有点菜率高的鸭肠 白嫩嫩的脆肠吃来脆嫩 还有淡淡的鸭油香气 就是脆肠它QQ软软的 不会像外面的脆肠 就是咬起来没有那种嚼劲的感觉 我觉得QQ的不错 那我要一个鸭肉吧 鸭片饭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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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很饿 不会 它都饱饱的去骨 那我再一个脆肠 林景臣经营小吃店两年多 他说开业前半年 生意还没有上轨道 入不不出 但为了生计只能咬牙苦撑 前半年其实生意就很一般般 连打饼都很困难 今天数了多少没卖完 预料之外的 我就都全部到了晚上 全部都丢了 既然要呈现给顾客 我就觉得要做好一点 不然我就这样 我宁可先不卖 虽说做的是小吃 但林景臣很在乎品质 用心熬煮的铜板美味鸭肉冬粉 摆入芹菜 姜丝 冬菜 和一只肥嫩嫩的鸭腿肉 滋味鲜香迷人 鸭腿软嫩厚实 油脂相当鲜甜 冬粉吸收了鸭汤精华 滑溜顺口 吃来很有饱足感 有吸饱和那个汤汁 冬粉也不会太难咬 咕咚就下去了 对啊 然后汤汁也是很香甜 然后它应该里面也有加 那个它的鸭肉汁 一起去当汤笛吧 对啊 所以就听起来 吃起来很香甜 走过开店生意低潮 林景臣用好手艺 征服陶客味蕾 现在小吃店有如倒吃甘蔗 渐入佳境 一道道料理 有他想给客人的回忆 我们小时候那种古早味 妈妈的味道 我的餐点不是很复杂 然后就是古早味的制作 让陆客吃到 小时候回味的味道 林景臣半路转行卖小吃 用认真的态度制作出 美味的鸭肉料理 他虽然放弃飞行梦想 但依旧能透过好手艺 在料理中展翅高飞 台北大同区的 延三夜市里藏着不少美食 开在旗楼下这间 卖着药头排骨的小摊味 用餐时段总是人气强强棍 招牌药头排骨 老板豪气地放进四大块排骨 分量不小 排骨吃来扎实不柴 汤头喝来温顺回甘 还带着淡雅的中药香 天凉时喝一口超级暖味 熟门熟路的客人 还会再点个猪脚便当 猪脚呈现诱人焦糖色 吃来碾嘴 肉质带点咬劲 滋味咸香 让人越吃越撒嘴 傍晚台北延三夜市齐能下 蔡委员蔡新宁兄妹党 开启一步一年式 从锅里捞起一块块大排骨 忙着帮客人张罗晚餐 药材什么他们卤的都蛮好的 所以会吸引旧客人重新过来吃 如果你是秋天或冬天来 这种旺季来的话 满建议就是五点半就开始排 因为我曾经从五点半 等了一个小时又十二分过 客人饥饿连三的来 都是为了这一大碗要淘排骨汤 作为摊子招牌 排骨得要挑选大块的 吃来才过瘾 像我们这种的话大概是人家的两块吧 两块大 我们的肉可能占六 那排骨的骨头的部分可能占五 大块排骨经过汆烫 去掉杂质和腥味 备好备齐等着重要汤头到位 黑澡啊 这主要是让骨我们的汤 就是会让你喝起来会更甘甜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